作者张军 由有生熊猫为您播讲 第278集 写乡士榜 书接上回 咱们接着说 同治三年 也就是甲子科的江南乡士 原来因战后恢复艰难 甲子科的江南乡士 推迟了整整三个月 到11月才能举行 冬天天亮的晚 尖邻李鸿章 得了严重的风寒感冒 难以置试 点名的时间 推迟了一个时辰 贡院前是人山人海 士子们背着背包 提着考栏 照头天发下的 贡院座号便栏 按省府县分站 在各通道门口 等候入场 江南贡院 有东西两座圆门 安徽籍的士子 分在东圆门 江苏籍的士子 分在西圆门 每个圆门 两边各有两个较小的门 这样一共有十道入围的门 因士子人数多 每到门口 将近有两千人 照规定 每点五十名之后 由差役 举着牌子 在前面引导 士子呢 紧随入围 由于要一一的点名验看 入围的速度 是非常的慢 士子们 早有思想准备 开头呢 还算安静 等到了四十出 也就是大概早上九点左右 突然间呢 下起雨来 雨中啊 夹杂着雪莉 当头砸落 叫站在露天坪里的士子 那就受苦了 没多久 一个个是身上落满雪莉 肩头绣口和裤管 渐渐湿了 年轻的还挺得住 那些年老体弱 和衣衫丹薄的平寒士子 冷得是瑟瑟发抖 人群里出现了混乱 有咒骂老天爷的 有相互拍打雪莉的 吵得点名的声音呢 都听不见了 入围的速度啊 反而更慢了 昨晚 西北风刚起 曾国藩呢 就为天气骤冷而担忧 作为科举考试的过来人 他深知围场之苦 今年相识推迟 天宫如此不作美 后来竟下起雨加雪来 他深深的为士子们担心 起床后呢 也无心看书 绕屋彷徨 不断的打发人 到贡院去探听情况 就在这时 赵列文进来报告 大人 点名还不到一半 风雨交加造成了混乱 点名越来越慢了 那些在园门外的士子们 一个个冷得发抖 学生担心 其中年老体弱的 恐怕挺不住啊 天宫如此不作美 究竟如何是好 曾国藩坐立不安 当年呢 在四川当乡市正主考 天气酷热 他担心年老体弱的中暑 决定购买冰块 送进烤棚降温 如今呢 倒过来 这是风雪 却想不出 好办法来 赵列文 沉音片刻 毅然请命说 大人 气候严寒 士子们站在露天里受不了 他们希望不点名 先放他们进去 在号房里 毕竟可以避避风雨 免得受活罪 听到这话 曾国藩 默默不语 不点名 就静止入围 这可是明显违反规定 如果因为这个 出现冒名顶替 或夹带之类的问题 将来 谁能担负这个责任呢 见曾国藩 一脸阴沉 默不作声 赵列文知道 他一向关心读书人 大胆禁言 大人 士子们都在风雪中发抖 年轻的或许挺得住 但六十岁以上的 有两百多 万一有谁 冻死在园门前 那就难以收场了 曾国藩沉吟半赏 慧服 朝廷规矩不能更改 你立即持我的名次 去见刘大人 请他让应考士子 尽快静号 然后再叫点名官 一一查验 若发现有混进场者 按律 仗则一百棍 赶出贡院 发现有夹带者 取消资格 夹号示众 贡院这边 刘坤呢 正在为雨雪严寒 而点名速度太慢 而发愁 听了赵列文的转告 与平步轻商量 立即下令 让应考士子们 凭贡院做号便揽的纸牌 尽快入围禁号 这个命令一传达 在园门外等候点名的一万多士子 无不感激 争相高喊 谢主考大人恩典 自动的排队举起纸牌 不到一个时辰 便全部都进场了 世子们进场后 曾国藩呢 还是不放心 他出身寒门 知道世子中 有许多穷苦出身 一山本不厚实 在雨雪中定然湿了 那号房中冷如冰窖 怎么受得了呢 如果冻死几个 怎么向皇上和天下交代 他越想越不安 吩咐围中厨房 迅速熬姜汤 每个世子发一大碗 以驱散风寒湿气 再派人到城内的军营 调来三千套衣服 让临时的世子遇寒 第二天天气转晴 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十一月初十日 曾国藩由江南考生 想到在老家的次子季洪 季洪啊 于七月去长沙参加乡试 他对儿子呢 要求非常严格 唯恐十六岁的儿子 打着父亲的招牌 请官府照顾 当即写信告诫 场前 切不可与周县来往 不可送条子 近身之时 物之自重 发榜前呢 又写信叮嘱 季洪此次乡试落榜 可见呢 他听从复命 没有向官府开后门 曾国藩呢 反而是由衷的高兴 他并不希望两个儿子 靠科举获得功名 鼓励他们 多读京士智用的识学 特做了加训四条 十七日 精明的李鸿章 派人送还总督官房 师生之间避免了尴尬 曾国藩呢 很是开心 十八日 曾国藩持着奏报 交谢总督官房 仍回本任日期 在聚者奏称 厄玉晚三省 军碾军往来赎静 刘连杰等军 以以黄州上巴河为老营 派吴昆修料理营物 刘明传等军 以以三河间故史为老营 派李赫章料理营物 再聚者奏续克金陵 水陆各军 随迎筹响各援辩 会担请讲 又复篇奏请 是兵部天柱淮阳镇总兵新印 颁发来营 11月22日 主考官举行了江南拔贡 邮贡考试 12月初三日 马心仪来金陵拜见 这个马心仪是山东和泽的回族 在道光27年与李鸿章同科进士 分发合肥县支县 随袁甲三率军与太平军作战 收复卢州 升卢州之府 后来陈玉成进军完北 卢州失县 马心仪被革职留任 又被袁甲三保举复职 同志元年 马心仪因富丧请假回籍奔丧 假期满了 被夺情赴大营帮礼军务 因为立功 升安徽部政史 算得上是能源干力了 他替代国权 补受浙江巡抚 曾国藩热情接待 少不了勉力一番 12月13日 曾国藩奏叠缝御旨 分调傅臣辙 其一 前明孝林 勘估工程 募下无此巨款 应稍缓筹办 其一 李秀成供辞 前有山劫之处 补超进城 其一 江北梁台 每月收银不过五万两 酌情借送甘肃省 及刘公晚君之术 其一 池州之府范仙摩 调省查看 大事汇报完了 在复篇奏报 四品京堂 胡大任 请职俭用 又复篇奏报 云南移东道道园 黄勉 请开缺 然后 复奏御史 刘玉南 调臣淮北 延误一辙 复请 掌缓江南 无举乡市 12月15日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 甲子科江南乡市 就要揭晓了 刘坤 评不清 李鸿章 乔松年 一致恭请 曾国藩 来写榜 为乡市写榜 历来 是一种崇高的礼遇 必须是 年高得章 且是汉林出身者 才行 荆轲相识的写榜人 当然非曾国藩莫属 尽管这是一件 辛苦的差事 曾国藩仍然十分乐意 智公堂大厅 布置一新 正中一张宽大的条案 岸边背着一把 铺着虎皮的太师椅 五张撒金大红纸上 早有执事人员 将荆轲正榜 273名举人 副榜47名副贡 每个名字所占的位置 用细末画好格子 专等曾国藩 一一填写 曾国藩青年时 练就了一首端庄秀丽的楷书 因多年不写了 加之势力昏花 写起郑楷来 颇为吃力 他是个认真的人 没写十个名字 便停下笔 揉揉眼睛 甩甩手腕 再写 这样写写停停 到了五十才写好了一半 午饭后 歇息半个时辰 他又拿起笔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 大厅里点燃红烛 四周围观的人却越来越兴奋 乡氏和惠氏一样 榜上的名字呢 都是从最后一名写起的 越写在后面 众氏的名次反而越在前面 所以啊 写榜的和围观的兴致也越大 贡院外面也是如此 虽然天黑寒冷 看热闹的人呢 反而是越来越多 园门外挂起十排上百盏的大灯笼 把贡院外面的大瓶 照得是如同白昼 那些卖各种吃食的小贩 从四面八方涌到这儿 看别人高兴 给自己多赚几个小钱 当铜锣想过第八次 曾国藩为下一个名字惊喜 此人是进入幕僚的吴如伦 李鸿章等人也拍掌大笑 说这个吴如伦呢 今后定是大有出息 曾国藩也很高兴 一连写下去 也不用揉眼睛甩手休息了 半夜时分 正榜写到268名 刘坤过来悄悄地提醒 曾国藩忙停住笔 大厅里又忙碌起来 差役拿出十几对大红蜡烛点燃 又捧出几十挂万响鞭炮 岳工们从贡院大门边 撤回大厅外的小瓶里 制公堂厢房里 走出五名行貌丑陋的人来 他们被化妆成大头秃顶 眼神汗长的怪样 脸上涂满朱砂 挂上满口的红胡须 身穿紫红袍 头上戴着乌纱帽 这是舞台上的魁心装扮 最热闹的闹舞魁 就要开始了 这是一个研习了几百年的旧席 明代科举分五经取士 每经第一名为金魁 每科的第一名至第五名 必须是一经的金魁 称作五魁 后来五经取士的制度被废除了 但乡士中仍然习惯把前五名称为五魁 那从第五名写起 最后一名就是金科乡士的榜首 也就是戒园 当戒园名字出现之后 鞭炮齐名是鼓跃喧天 伴舞魁的在大厅里翻滚跳跃 这就是闹舞魁 在舞魁欢闹中 金榜被郑重张天于 贡院大门之外 一切准备就绪 曾国藩抖擞精神 保湛农墨 写出五魁的名字来 大清会士顶甲中 十之六七 必有江南乡士五魁中人 所以呢 分外引人注目 曾国藩写出一个名字 立刻传出园门外 看热闹的人呢 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尽管这些名字 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也要发出内心的敬重 与崇拜 第一名戒员叫江碧 令人联想到江南肃清之意 曾国藩呢 十分的开心 鞭炮响起来 鼓乐奏起来 舞魁舞起来 金榜张贴出去 大厅里的人们相互道贺 庆祝甲子科江南乡士 圆满成功 曾国藩满针两杯酒 孝盈盈走到刘坤 平步青面前 代表两江父老 两万应世世子 特别是重视的新举人们 向两位主考官 表示深切的谢意 刘坤和平步青 坦然接过酒杯 说了几句客套话 便一饮而尽 饮完酒 刘坤从袖口 摸出一封信函 说啊 绝相 浩军们打扫浩房时 从设字浩房里 拾来一封信 是给您的饼帖 封面上端正写着 成两江总督 曾大人亲启 哦 此人不再入围前来见我 竟在浩房留下书信 真有意思 我带回鼠去看看 曾国藩接过信 又笑容满面地 向同考官等人走去 那熊猫卖个关子 欲知这信中到底写了什么 咱们呢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您收听 曾国藩传 本集播讲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